COOGA的粉絲對飲食當然是有要求 少至一粒糖果都是很講究的 但是中東的糖果,你有試過嗎? 這間位於九龍城的糖果店 專售各類來自中東的糖果和朱古力 老闆是敘利亞人,在當地自設工場 口味正宗,夠特別 好多吃過不同的糖和朱古力 但是中東的糖果店,可能大家可以吃過 今天來到這裏就試試中東朱古力 Hello Panny,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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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一下,這裏這麼卡蘭埔 五眼綠色,有見到喜節 相信都是結婚用的糖果 是的 介紹一下,這麼多顏色,有沒有代表什麼呢? 其實顏色沒有代表什麼 因為喜慶,所以會開心,不同顏色 譬如品種就有很多,其實味道只有兩隻 兩隻 為何說這麼普通的呢? 因為很多人收到這麼漂亮,這麼顏色的朱古力 對呀,不用吃袋子 對呀,所以不放果仁,或者放其他東西 因為香港的天氣就會潮濕 意外的果仁反而 對呀 只用朱古力加上少許味法就能保存久一點 對呀,因為不捨得吃 這樣可以放久一點 但香港呢,這些做例子 在桌面上就一人一粒 12人就一人一粒 對呀,對呀 但在中東那邊是怎樣的呢? 中東呢,其實它不會說一粒那麼少 他們通常呢,例如用一個盤子 整個盤子都放在箱上 人們喜歡拿就拿一粒也行 或者說我喜歡拿兩粒,我要拿三粒 因為它真的很美 沒有人可以,真的不行 真的一盤掃了你 可以呀,拿一盤掃了 好,但我想試一下這粒 你是說白巧克力嗎? 金色的就是 對呀 味道可能就普通一點 好少少了 西洋草莓是唇朱古力 唇朱古力 唇 由小到大呢,吃朱古力也是吃甜的 是的 但在中東來說呢,又有咸的朱古力 為什麼會有咸味出的呢?Pennie 這個呢,也是我們中東廠 特意為我們店去做的 因為呢,你知道現在香港很多人都有糖尿 這個問題 我曾經有個客人,他來的時候買 他也是買來送人 我說為什麼你不吃呀 那他就說,我糖尿吃不到 那我就跟他說,好,你吃不到甜 我下次做的咸的給你吃 我們後來真的,又可以想想 就變成我們廠炎製造的咸味朱古力 咸味朱古力就是第一次聽沒吃過 但做法是怎樣的呢? 是不是加了點鹽下去的呢? 以我所知,其實它鹽就沒有加的 但是呢,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喝過漂亮的鮮奶 那喝下去呢,它就有些甜 就是甘甜的那種的味道 那變成最可能… 新鮮的,就是剛剛那隻牛拿出來 就一插在你手上 做飲料嗎? 其實鮮奶也要煮一煮才有 有細菌 有細菌嗎? 不是現在 但是起碼是很新鮮,很第一層吧 對,就是濃的鮮奶 不如你試一試吧 你告訴我味道是怎樣 因為我說了鹹而已 第一次吃了 如果你不咬它,你放進口裡 你會覺得是朱古力味的表面 好像沒有什麼味道 你慢慢放進口裡,就會化了一些牛奶味 很濃烈,吃了整個口腔的味道 像芝士嗎? 有一點芝士味,但是慢慢的鹹味就開始 現在正在增加了 真的神奇,沒有加鹽,但是天然的